明朝就出现了弹轮胎的船了,不仔细看还真没发现,地上还放着一个对讲机,高手真的是在民间,这么微小的细节都被网友发现了,难道你们两位看的是传说中的无字天书,旁边的绿茶又闹哪样? 清朝的宫廷里,神奇地出现了自来水,明朝的皇子的书房,旁边放着浅龙玉郡图,穿越了太监宫女排成排,两台空调在上面,阳霄这么高调,想让我们看看你的名表是什么牌子?姑娘,你这么五花大榜浪费了,抗日战争那会根本没有红砖墙。